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带给大家 崩坏星穷铁道成就合集收集攻略 成就如翠桶般脆弱 成就精神分析学入门 成就常在路边走 成就广告牌 成就一切真理虚如货币般流通 成就虚构动物学家无个猎选雕像 好,那么这一批的话呢 是如翠桶 如翠桶般脆弱 这个成就 好,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 奥地购物中心进锚点 然后呢,朝着小地图下方 好,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前方走到底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冰淇淋餐车 在这里,家族商人者 跟他对话 冰淇淋餐车里面呢 可以买到这个美梦翠桶 好,我们买一个 好,买一个之后呢 打开背包 直接吃到这一个美梦翠桶 在这一栏啊 大家看到消耗品这一栏 好,吃完了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啊 随便去打一个怪 好,我们就到这个 祝梦边境这里 到这个屋顶花园 直接往前跑 我们过来打一个怪 进战斗 进了战斗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战技 好,就可以获着这个 如翠桶般脆弱这个成就了 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打这个成就的话呢 有好几种这个获得方式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选择背叛的刹那 一瞬间的幸福 弥留之际 热烈的气氛 疑虑的阴云 片刻自由 这些消耗品 大家只要任意合成一个 就可以了 奥地购物中心这一锚点 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啊 朝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 朝底之后呢 有一个叫 潜可通的一个老奶奶 我们这边呢 给她调整这个情绪 将她的这个情绪啊 调整到这个悲欲 好这样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配方 选择背叛的 先解锁一下这个配方 解锁完配方之后呢 我们合成一次 好就可以拿到这一 好那我们去下比赛见 打拜拜 好这一批的话呢 是藏在河边走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黄金的时刻 这个白日梦酒店大门 好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大家朝着我们的小地图 左上角啊 或者右上角都可以 我们就往前走 大家呢 走到这一处这个马路上 找一辆车子 我们过来碰一个池 让这个车子给我们创一下 被撞到了 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瞬息欢愉里面 2月7号 我这边就已经做过了 藏在这个路边走 就这个成就 好那我们继续下一批再见 拜拜 这一批的话呢 是广告牌 这个成就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啊 大家来到黄金时刻 钟表小广场 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上走 然后右拐上楼梯 上来之后呢 在我们边上有一个广告牌 我们过来勾引一下 这个广告牌 然后跑到这个路中间 让这个广告牌啊 被这个车创一下 来 我们先站好这个位置啊 让这个广告牌 带到这个路中间 然后等这个车来 位置站得不是很好 再勾引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让我们去下一批再见 打翻掰 这一批的话呢 是一切真理虚如 货币般流通 这个成就 我们打开指南 随便找一个 这个拟造花儿 传送过去 然后呢 开启挑战 然后呢 我们里面需要借用一个真理医生 大家好友有的话呢 就借一个 没有的话呢 在陌生人里面 好 我们随便翻一翻 大家找到一个真理医生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开启挑战 好 这边挑战结束 退出关卡 就可以拿到这一个 一切真理虚如 货币般流通了 我们去下批再见 拜拜 好 那么这一批呢 是虚构动物学家 我们需要找到 五个猎犬雕像 我们首先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 白日梦酒店梦境 右上角这个 薄金客房 那我们到了这个客房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 小地图上方过来 桌子上 是我们的第一个 这个猎犬雕像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我们这个 黄金的石刻 这个奥地购物中心 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下角往前走 在这个大眼睛边上 地上有一个 猎犬雕像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靠近一点调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 祝梦边境 左上角 这个家族建设局 到了位置之后呢 朝着我们的 小地图下方 笔子往前走 在我们前面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堆书 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第三只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一起打开地图 大家来到 至子的梦 这个 回忆走廊 这一个锚点 到这个锚点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 进到我们这个房间内 进了房间之后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个桌子上 是我们的第四只 这个梦境中的话呢 一共就了四只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打开地图 带来到白日梦酒店 现实 到下方 这个贵宾休息区 这个锚点 到这个锚点之后呢 先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就这个方向 先往前走 要到前方这边上楼梯 好 大家上了楼梯之后 左转 一直往前走 右手边 第一个房间门 不用管 是我们的右手边 第二个房间门 开门 进到这个房间 然后呢 在我们的右前方 大家看到 来这个地方 是我们的第五只 这个猎犬雕像 好 拿完五个 就可以拿到这个成就了 我们去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